欢迎收看8月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市国福大桥是不少民众往返新城北埔 或上班通勤的必经之路 但桥梁新建置今已经有将近50年 历经过多起的天灾地震 明显可以看出修补的痕迹 就怕会有安全的疑虑 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31号特别前往会堪 希望能将桥梁重新规划设计 符合现代的需求 花莲市国福大桥车来车往交通流量大 是不少民众往返新城北埔 或上班通勤的必经之路 但桥梁新建置今已经有将近50年 历经过多起天灾地震 在接缝处可以明显看见裂痕或修补痕迹 就怕会有使用上的安全疑虑 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在31号 特别召集相关单位前往会堪 这个国武大桥从70年建立到现在已经40几年了 它也历经过好几个0206甚至0918到现在的0403地震 其实每一次地震它都有损害 那每一次县政府也都有编列预算来耐震加强来补强 可是这始终不是一个办法 所以我们也是今天来找这个建设处来这边现场勘察 从这样的一个我们县堂的工法来看 事实上已经不符现在的安全系数 出现了非常大的安全的顾虑了 它的一个流量是非常大的 也相对的告诉我们这条桥 真的不能忽视它的这个安全的部分 为了我们当然会继续督促我们花庭县政府 在这个新建上面的进度能够赶快提报给中央 也希望中央再一次能够给我们一些协助 也是希望县政府来评估看看 毕竟每天车流量那么多 是否这个老旧的围桥 是否来可不可以给它更新 来可行性评估看看 把它重新建造一个有造型的 加宽符合我们有这个人行车道 人行车道的路面 让甚至设计四线道都可以 那评估看看 让整个花蓮市观光客 行经国福大桥的时候能够更安全 国福大桥临近县立体育馆及棒球场 不管大小赛事或原住民联合封年节 都会引来庞大车流 但中山路上的四线道 衔接上国福大桥后 就只剩下就有的双线道 在规划设计上已经不符使用需求 而县府建设处也将进行可行性评估 提报中央核定重建经费 记者徐立芹 华联士报导